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维洛基奥的工作室 麦迪奇家族及教会的制作 米兰卢科维多公爵的洗礼 达文西再次回到佛罗伦斯 距离他上次待在佛罗伦斯 已经是17年前的事了 那个曾经帮助过他的伟大罗伦佐 已经过世 而佛罗伦斯也迎来了新时代 一个脾气火爆 难搞的新兴天才艺术家正在崛起 那个人叫米开朗基罗 还有一个还是儿童 刚到佩鲁吉诺的画室学画不久 他人也在佛罗伦斯 那个人叫拉斐尔 瓦萨里认定的文艺复兴的三大巨头 此刻都在佛罗伦斯 不过达文西跟米开朗基罗的过节 以及传闻他跟拉斐尔的交流 我之后再专门做一集 到佛罗伦斯后 达文西整理自己为卢科维多公爵设计的战争器械 也许是想完成他心中的抱负 也许是感受到米开朗基罗的威胁 达文西早上一位看似光明 实则非常黑暗的人物 教皇亚历三大六四 亚历三大六四的原姓 博基罗就是那个前阵子还被拍成电视剧 恶贯满宜的博基罗家族 关于博基罗家族的血腥尚未死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了解 简单来说 你看冰与火之歌里面那些 残忍的暗杀 谋杀 血昏 杀凶 毒药 乱伦 不断联姻 贿赂神职人员等等 他们全干了 那么博基罗家族为了权力地位 他们什么张事都干得出来 党他们利益的 要不接受贿赂 要不就只有死 博基罗家族被认为是 意大利黑手党的主事也 那么身为教皇 亚历三大六四 罗德里哥博基罗 进葬着自己全大四大 直接公开自己有失神职 哈 教皇是耶稣在人间的代理人 这样公开自己的丑闻 谁有意见 上火行驾 嘿 要不是淡丁死得早 地狱肯定为博基罗家族敞开大门 达文西就找上了这个家族出来的教皇 亚历三大六四 亚历三大六四 就让达文西去辅佐自己公开的失神职 切萨雷博基罗 切萨雷博基罗被任命为教中国的军事领袖 还享有一块自己的领土 有趣的是达文西不是本来在米兰好好的吗 法国突然打向米兰 切萨雷就跟法国联手攻占米兰 所以可以说达文西的工作是被他夺走的 所以现在找他要份职务也是很合理的 而且的确当时切萨雷身后有教皇跟法国国王撑腰 整个意大利半岛都对切萨雷望而生畏 切萨雷也看中达文西的才华 立刻命他担任首席军事工程师 虽然达文西也知道切萨雷与博基亚家族恶名昭彰 而且还是替切萨雷设计了建筑以及诸多的军事工程 从那次时期绘制的地图变可知 像是城墙、塔罗、廖望台 不过随着时间 达文西越发现他实在开始受不了切萨雷博基亚的残暴 他可以为达木帝不择手段 甚至在切萨雷杀死的人当中就有达文西自己的朋友 达文西在日记中详细记载着写道 并且他开始后悔、忏悔、觉得自己在著作为虐 也的确没多久之后 伯基亚家族就倒台了 他又回到佛文斯 他一生当中最出名的作品也就在这时候出现了 蒙娜丽莎太有名了 所以你到现场会有太多的干扰 玻璃、栏杆、警卫 一堆人嘲杂的声音 可是如果有机会 你能够关闭所有的干扰呢 你可能才会发现他的美 1503年他再度回到佛文斯 接到一位富商乔孔多的委托 为他妻子画一幅肖像画 没有错就是局势文明的蒙娜丽莎 其实这张画在意大利的原文是 在研究文艺父亲时期的另一本重要著作 由马基维利写的君主论史证实了蒙娜丽莎的身份 蒙娜丽莎的本名叫做丽莎玛丽格拉迪尼 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小康家康 后来嫁给了乔孔多 之后更名为丽莎乔孔多 那么丽莎还跟这个乔孔多商人 生下了五名子女 那么极有可能 达文西画的这个人物 并不是他本人真实的样子 当初达文西接到这个委托的时候 他原本画的是裸体的版本 可是为什么后来会修改成这样子呢 其中的原因我们也不得而知 蒙娜丽莎这个全世界最广为人知的艺术作品 这幅画并不大 只有73乘以53左右的大小 达文西在蒙娜丽莎的脸上涂了40多层厚厚的颜料 造成了蒙娜的效果 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云图法 这时相较我们之前讲过他更早期的肖像画 他的云图法已经达到非常成熟的程度 并且透过光消除人物轮廓的分界线 他说在真实肉眼可见的世界里 并没有那些边界线 在光的流动下 物体就有了无限的可能性 而整个人物的姿态呈现出一个稳定的三角形 跟最后的晚餐的耶稣一样 这反而更呈现他脸上淡淡微笑 并搭配一双交叠的手 所散发出那种从容的自信的美感 自然没有丝毫的不协调和生硬的笔触 达文西留下了大量人体解剖的手稿中 就花了许多时间研究人脸的肌肉牵动 据说达文西的其中一位学生助手非常擅长音乐 为了让蒙娜丽莎时刻都保持心情愉悦 所以在作画时会请学生在旁边弹奏音乐 让蒙娜丽莎更放松自然的光 蜡烛的光 达文西要画出人心里的耐道光 发自内心的喜悦 就是她的微笑 而且仔细看她穿得很朴素 不像是嫁给富商的女子 也让我们的视线更容易注意到她脸上的笑容 然后其实她本来是有眉毛的 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颜料剥落了 而画面的背景 大家认为 显然是达文西自己想象出来的 在那个时代 达文西不仅仅是将肖像化 由侧面拉到正面半身 也把人从室内拉到室外 背后的风景 我认为是达文西自己 想要将她平时在大自然观察到的一切 在这件作品上表现出来 而你会发现两边好像不对称 还有点模糊 事实上这可能也是达文西故意这么做的 搭照相的时候 如果你拍人 是不是会要聚焦 聚焦之后 你主要拍摄的位置才会清楚 然后旁边跟后面的背景 就会相对比较模糊 达文西其实就是在画这个东西 不对称是要制造出蒙娜丽莎在动的感觉 这时你就会发现 其实蒙娜丽莎几乎跟背景的山水融在一起 然而根据后来的研究与X光照射发现 原本底下还有一张草稿 与画作中的女子一笔好像不是这个样子 那么藏在底下这一幅画的这个女子肖像 可能才是最接近真实的蒙娜丽莎 那么为什么达文西最后会把画画成这个样子呢 那么这就可以延伸到我们接下来要提出的另一个观点 为何达文西迟迟不教作品 画了16年到死都待在身边呢 达文西是师生子 她的母亲是一位女仆卡特丽娜 还有一位也曾照顾过她的祭母 当然两者都只有短暂照顾过达文西 分别是她幼年及童年以及即将成为青少年的这个时期 她对母亲的印象是如此的温柔与美丽 在当时呢没有心理学一说 都说一个人的童年将影响着一个人的一生 所以大家可以发现 达文西笔下的圣母似乎呢也都是同一张脸 这是她对母亲这个角色的投射 如同波提切莉对心爱女人的投射 当然这似乎也可以解释 为何达文西不曾跟一名女性游览 也许因为母亲的关系 让她对女性的想象是神圣的 所以达文西是不是也在蒙阿丽莎的脸上 看见了她母亲的影子 当然这只是大胆的猜测 但可以肯定的是 达文西的蒙阿丽莎是一场她伟大的实验 是她内心的投射 也是她毕生对艺术及自然科学研究的综合结晶 她在画这一张画的同一时期 解剖了许多身体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那个怀胎受孕的手稿 当然真实怀胎受孕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达文西真的很特别的地方是在于说 解剖是很血腥的东西 可是如何将这些成果体现在这一张美丽的画像上 这是她了不起的地方 这一张画有太多她想要讲的东西了 当然达文西最后并没有交件就带去法国了 并将这一张画最后交由法国皇室 这也是为什么她会后来出现在罗浮宫的原因 1911年8月22日的早晨 罗浮宫的工作人员发现蒙娜丽莎不见了 当时许多在巴黎的文艺人士都遭到了怀疑 毕卡索还有她的诗人朋友阿波里奈尔 但是整整两年都没有下文 直到佛罗文市的艺术古董商 告诉海关有人向她出售了这幅画作 而那一个人便是罗浮宫的清洁人员 文森佐佩路加 他把画框拆了 把画呢藏起来藏在大衣里 他怎么偷出去的不是重点 反正他是工作人员 他肯定知道怎样不容易被发现 那他偷到了之后呢很聪明 把原作拿给他朋友 一个叫马奎斯的人 这个马奎斯也厉害了 他叫人呢访了六张 蒙娜丽莎呢当替身 用这一招啊躲避警察的追查 以假乱真 总之人们终于发现啊 蒙娜丽莎呢被偷回去意大利了 而且是佩路加自己说出来的 大概是长了两年吧 让他这两年都吃不饱饭睡不好觉 因为太可怕了 整天提心吊胆的 毕竟他干了那么惊天动地的事 对吧 所以他才向那一名画商自首 并要他鉴定 确实是蒙娜丽莎的争计 许多专家呢也马上赶来鉴定 确定这就是蒙娜丽莎 意大利政府啊立刻把画收回来 但是在把画还给霸国罗浮宫之前呢 他让蒙娜丽莎 意大利政府呢 让蒙娜丽莎呢 在家乡意大利办了巡违展 然后呢 蒙娜丽莎呢 才又回到了法国 然后这个佩路加呢 因为窃盗罪嘛 被关七个月 七个月之后呢 他回到意大利 竟成为了国民英雄 因为他让蒙娜丽莎 短暂的回家了 很多人说蒙娜丽莎 那么有名 是因为他被偷过 但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 蒙娜丽莎的神话 其实早从19世纪就开始了 为什么罗浮宫也不是 只有一件达文西的话 也有很多其他画家的话 为什么佩路加 就偏要偷蒙娜丽莎呢 反正当时啊 罗浮宫跟今天不一样 管制不那么深言 而且罗浮宫真的超大 像迷宫一样 所以有时候少了一个什么 还真的不一定会马上发现 但也是因为蒙娜丽莎 在当时就很有名了 所以一不见呢 马上就被发现了 这也侧面的证明呢 蒙娜丽莎在当时 已经是非常有名的画作 佩路加这个清洁人员 都知道这是意大利的瑰宝 人们都说蒙娜丽莎 是因为被偷才有名 这是错的 早在被偷之前 他就很有名了 蒙娜丽莎呢 在达文西死后啊 就被法国皇室保管 大革命之后呢 移交给罗浮宫展出后 拿破仑啊 决定将这件作品占为己有 因为只有这样的杰作呢 才配得上他皇帝的身份 而蒙娜丽莎也是当时 19世纪初少部分 能够先被印制成 布置版画的作品之一 诗人波特莱尔 知名评鉴家乔治桑 都写过蒙娜丽莎的文章 1870年法国旅游报纸人 就曾经报道过 蒙娜丽莎是罗浮宫里 最出色的达文西作品之一 到罗浮宫呢 必看 所以你说为什么 培路加在20世纪初的时候 就要偷蒙娜丽莎 不偷其他的 因为蒙娜丽莎在当时 已经是全欧洲最知名的作品 当然被偷之后 让他更出名了 然而这还不是最高峰 1963年 蒙娜丽莎呢 二度离开罗浮宫 这次呢 他来到了美国 连当时的美国总统 约翰赶乃迪都出席 登上报纸头条 无数美国人及全世界的人 在报纸及黑白电视上 见识到了蒙娜丽莎的尊容 1974年 蒙娜丽莎的再度出走罗浮宫 到了莫斯科及东京 一样朝野震动 时候呢 蒙娜丽莎呢 就被封印在强化玻璃里 再也没离开过罗浮宫 坐上了艺术界的神坛 当然肚上的小屋子 Andy Warhol的普普艺术呢 也让也在蒙娜丽莎的神话中呢 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晚年的达文西啊 除了完成了第二版本的 炎枯圣母 还完成了九神巴克斯 与施喜约翰 这两张画呢 也非常值得来好好的看一看 不管是施喜者约翰 又或是九神巴克斯 当然巴克斯这一张画 好像也是后人临摹的 总之呢 都可以看到裸体 然后同一张脸 还有那个手势 这三个共同点 很有意思啊 我们曾经说过嘛 达文西极有可能是同性恋 所以画中的模特 很有可能是他最爱的 两个助手的其中一人 萨拉或梅尔滋 而且大家如果也能静下来看 这个笑容 肉体 手势 你会发现 非常的直觉 跟挑衅或挑逗 要来吗 要来吗 的那种感觉 达文西的男性 都有种雌雄 同体的感觉 中性的阴柔美 这并不是什么 大胆的猜测哦 而是从他手稿中 可以看出 他是个有陆方 又有洋具的双性人 当然这可以牵涉到 柏拉图思想 与早期基督教派 斯诺迪主义 不过呢 今天呢 这里呢 就不展开这个 有趣的是啊 我觉得这一头卷法 真的很有意思 包含其他 艺术家画当时的女性 我上回呢 到意大利呢 就有很多街上的女性呢 是留着类似 这样的卷法 所以恰恰可以证明 对他们画里的女性呢 就是意大利人 而意大利人 就是天生 会有那种卷法 好 不管代表苦行的 施习者约翰 这个宗教主题 还是欢愉放纵的 九神巴克斯 这个神话主题 我们都可以看到 达文西在画中 流露出的情欲 而这个首饰 代表着什么 极有可能是代表 天堂上帝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最后的晚餐 那个首无止天的门徒呢 就是于约翰 这个首饰啊 也出现在达文西 最近被鉴定出来的 救世主的这幅画上 所以这个首饰 到底代表什么意思 上天吗 上帝吗 天堂吗 而达文西呢 我们上回讲过 他自己可能 没那么相信基督教 而且他的许多笔记 跟研究 都违反教会规定 这首饰啊 还真的是达文西密码 所以到底首饰 是什么意思 根本不重要 也许这个首饰呢 有一点 你知道 要来吗 要来我房间吗 也有可能是这样 当然那个首饰 你也可以解读成性暗事 我相信此时年迈的达文西 是很矛盾的 就如同施洗约翰 明明是个脏脏老老的古行生 却被他弄成呢 有年轻肉体的美少男 而据资料显示 这时候的达文西 右手已经瘫痪 他左手写字嘛 右手画画 所以呢 这可以肯定绝对是他此生 最后的两件作品 他还有张仪式的原作 由他学生后来临摹的 力达与天鹅 当然取自古老的希腊神话 古希腊神话描述 众神之父宙斯爱上了力达 并化身为一只天鹅 去引诱他 和他交欢 然后力达又和夫婿 斯巴达国王达瑞二世 亲了 然后力达竟然就怀孕了 产下了两枚蛋 然后孵出了两男两女 而这两个呢 分别叫卡斯托尔和波鲁克斯 这便是双子做这个故事的由来 达文西那一幅 解剖怀胎受孕的手稿 比起相信基督教的上帝造人说 达文西啊 可能更想弄清楚 生命到底如何而来 年近七十 且身体有残疾的他 是不是也渴望年轻的身体 他的研究 始终在抵触当时的主流基督思想 但即便是这样 他可能也渴望最后啊 是被基督这个宗教给救赎 所以丹布朗的解读 只是他自己的解读 许多研究达文西的人 终其一生都无法破解达文西 但这样也好 这样就可以变成 我们每一个人 都可以依照自己的生命体验 去解读达文西 对达文西的密码 有不同的诠释 达文西啊 在他最后的几年时光里 受到法国国王 法兰索瓦一世的邀请 在法国皇室呢 受到礼遇 不过此时的他年事已高 并没有为法兰索瓦做什么事情 达文西啊 最后死在法国 克劳斯履私城堡内 走的时候呢 极为平静 法国画家安格尔 画了一幅达文西之死 众人呢 与法国国王 不舍达文西的离去 不过这可能只是 他这个后世的人的想象 根据资料显示 达文西死亡的时候呢 只有一位助手陪在他旁边 那法国皇室 法国国王 他们的人都出差去了 死前啊 他曾感叹过 自己这辈子 是不是碌碌无为 因为除了绘画之外 还有些简单的工程设计 达文西大部分的研究 与手稿里的构想 都没能实现 到死前 都能从达文西的手稿中看出 他还在研究天文学 还在研究鸟类翅膀 人要到底如何才能飞起来 研究昆虫等等 我就曾经在佛文西一间 达文西博物馆内 很小很小的一间 看到了展示 依照达文西的构想 设计出来的模型 那么我当时就感叹 达文西那充满想象力的头脑 与对科学工程研究的投入程度 虽然他的诸多研究 大部分都未能实现 但他的解剖 发现了人竟然有 静动脉之分 发现心脏有瓣膜 血如何打进心脏 他可以为了画出完美的人体 研究古罗马时代的建筑理论 创造出那经典 藏良天地的符号维特鲁威人 研究骨骼 研究肌肉在不同动作下的变化 他对空气力学的研究 给后世的人得到了启发 设计出了直升机 飞机 他对光学 天文学 工程学 流体力学的研究 都大大的加速了 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程 14世纪到16世纪的意大利亚 迎来了璀璨又黑暗的文艺步兴 促使前现代文明的形成 然而在同一时期的其他欧洲国家 大部分还处在一个 无知的中世纪末期 如何带领一个国家 从无知走向开明 那么领导者就必须要远见 如果本地没有人才 那他可以向他国要人 当时的法国国王法兰索瓦一世 就非常精准地找到了 这个重要的权材 达文西 在一个毫无根基的国家 想要发展强大 那么就需要从国际上招募人才 法兰索瓦以国家的规格 礼遇达文西的到访 事后证明 法兰索瓦确实是有远见的 因为在后来 17、18、19世纪 法国完全超越了意大利 成为在欧洲各个领域的一方之霸 意大利反而从16世纪中开始走下坡 所以同样的道理 台湾没有深厚的土壤及背景 但我们可以向世界招募 我们需要的人才 又或者发掘我们自己本地隐藏的人才 而不是让人才想要出走 当优秀的精英不愿待在这里的时候 就是这个国家开始沉沦的时候 我记得我国小毕业说 老师在我毕业纪念书上的勉励语写到 永保赤子之心 永远像个孩子 源源不绝的好奇心 促使自己不断探索与学习 那么我觉得达文西就是个永保赤子之心的人 而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在某个年龄段 都像达文西一样充满着求知欲 只是这个求知之欲 达文西贯彻了他的一生 而我们可能进入到某一个阶段 接触到很社会化 很世俗的东西的时候 这个部分就慢慢不见了 达文西到今天给我最大的启发是 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内在都有个达文西 而我们必须找回那个内在的达文西 以上呢就是达文西 大家可以去把上下集合并起来看 那么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 希望你会喜欢 如果你也喜欢这一支影片 你也可以按赞分享给其他喜欢艺术的朋友 那我们就下一集见咯 拜拜